小米3此次发布了两个版本 分别为搭载高通骁龙800处理器的粘通电信版和搭载Tagor 4处理器的移动版 此次是小米首次采用英伟达Tagor 4处理器 而小米3也是首款搭载英伟达Tagor 4处理器的手机 所以前两天移动版的正式开卖 我们也终于拿到了这台零售版的小米3 在评测之前呢 我们从在微博上与网友进行互动 发现网友对小米3的性能和发热方面比较关心 在这两项上面我们会有深入的详细评测 好的废话少说 我们马上开始 小米3手机的外观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次 机身正面比较方正 没有前代小米2的圆润 看起来更加有质感 边框有弧形处理 并不是完整 因此整机握持感上也有较佳的手感 底部拥有三个天生的安卓天王键 分别为主页键 功能键和返回键 小米终于为它们配上了LED 底部为扬声器接口 小米将其设计在机身底部正中间 而数据接口则靠左边 顶部明显为小米的SIM卡插槽 乍一看 其实比类似手机设计的插槽要明显要宽大 正式器仍然是采用标准大小的SIM卡 不过也同当年魅族MX发布的一样 配备了一个卡套 小卡也可以装入卡套变成大卡 后再使用 音量键和电源键被设计在了机身的右侧 从实际体验来看 按键并未突出机身太多 而且按下的键程适中 力度反馈不俗 并无2S上面软绵绵的感觉 机身左侧并没有设计任何按键或接口 从机身侧面的设计来看 依靠一定的弧度来连接了前后面板 因此 无论是握杆还是产品的整合度都不错 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位于左上角 配备了双LED曝光灯 为堆战式传感器 F2.2光圈加上28毫米的光角 拍摄基础能力仍然不俗 背部下方的孤零零的米logo 由于背部已经不能拆卸了 因此小米3并不支持更换电池 logo为金属相线 质感不错 相较后盖会有些许突出 许多人觉得小米3的外观 是超习诺家Lumia系列 我在这里就不发表任何评论了 这里有一台Lumia920 大家感受一下 小米3此次搭给了一颗英文达的Tiger 4处理器 关于Tiger 4 很多朋友还是相对陌生 Tiger 4是基于ARM的S5 多架的一款四核处理器 在内存的基础上 从以往的单通道提升了双通道 内存运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那么搭载了如此强悍处理器的小米3 在性能上到底如何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小米3对日常应用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 小米3在日常应用上表现出色 丝毫没有卡顿的感觉 只是在一些应用的切入切除的时候 会有一丝卡顿感 同时 小米3的UI响应速度也是非常快 对于一些小游戏来讲 小米3也是丝毫不含糊 我们测试的目前比较流行的机款 休闲游戏 分别为天天酷宝和节奏大师 热门游戏 节奏大师测试完美运行 配合5寸1080P的屏幕 画面细腻 玩起来特别有感觉 天天酷宝同样也是最新的热门游戏 经过测试也是完美运行 游戏整体体验十分流畅 画面也非常精气 以小米3如此强悍的性能 来运行这种小游戏 简直是大材小用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大型游戏的流畅度 通过吉允飞车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 小米3在运行大型游戏的时候 也是非常流畅 对比一下三星S4高下力判 小米3采用的 不愧是目前最强悍的处理器 再进入游戏的速度 远超三星S4 终于到了喜闻乐剑的发热测试时间 小米一直打着未发烧而生的口号 之前小米手机都没有辜负这个口号 在温度上面表现更是让人叹了 不知道这次小米3在散热上面是否有所改进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运行了30分钟的大型游戏之后 对比一下三星S4的温度 看来小米3的散热还是没有妥善解决 不过小米3搭载的是基于A15的四核处理器 有这样的表现 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此次温度测试 我们采用的是性能模式进行测试 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均衡模式来运行大型游戏 发现小米3还是能够流畅运行 只不过在画面上有所牺牲 不过温度也控制的相当出色 在这里建议大家玩游戏的时候 还是不要采用性能模式的版 小米3采用了来自索尼的对战式摄像头 相数为1300万 光圈为F2.2 之前三星S和OF5都采用了这款摄像头 那么小米3的拍照能力究竟如何呢 此次我们采用了iPhone5C与小米3进行对比 常 相语 相性 有 相性 相 中 do �대 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小米的年度旗舰呢 小米3并没有给我们太大的惊喜 但也没有让我们太大的失望 对于小米3 我觉得不需要评价的太多 最强悍的配置 加上备受争议的外观 使得小米3在成为9月星期当中 最受关注的一个亮点 不要再问我小米3到底值不值得买 因为值不值得买的前提下 是你到底买了两个道 目前小米3的价格 已经被黄油炒到了 两天五百块钱左右 在鄙视那些黄油档的同时 我也希望小米公司 能够加快产品的 让那些真正需要小米3的朋友们 能够早日买到自己亲爱的手机 今天的评课到这里就要结束